拜不同的神之神會不會生氣 現在來到平安神宮 其實原本沒有想來這一間 但因為食棘和上一個神社 比我想像中用少了時間 而這一間神社的照片很吸引 所以就過了來 這麼大的 這裡的地圖全部都是沙律的 這裡好大啊 超級大 神會不會生氣我 拜不同的神之神會不會生氣我 現在要進去參拜一下 會馬 自從我中學和家人來日本旅行的時候 寫過一次之後就沒有寫過 每天開始我以為是白色的樹園 原來它是掛著這些頭籤的東西 變成一棵樹 剛剛看地圖很大 原來東西兩邊進去要另外收入場費 這紅葉好漂亮啊 在這裡和我的比嘉超拍了照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我IG看看 現在才兩點就有烏鴉在這裡叫了 而且這個位置好漂亮 坐在下面看才一定很舒服 出城宮附近有一間很大的美術館 之前去旅行的時候會去當地的美術館 但是這次不在目的以來 等我下一次再來京都的時候再去吧 到達美術館 由平安成功走過力要20分鐘 這條路因為帶有京都古風的氣氛 所以決定來見識一下 好漂亮啊 經過一間叫藤茶美的京都丸子店 丸子加飲品只不過是500日圓 很便宜 好像挺好吃的 開動吧 開動吧 跟我在東京吃開的丸子味道不一樣 它的醬汁很甘甜 而且燒過的丸子真的有另一番風味 其他客人全部都可以坐在裡面 但是今天這麼好天風景又這麼漂亮 所以我決定要坐在外面 從我的位置看出去的風景是這樣的 很有日本漫畫的感覺 肉茶 少休一下也挺享受 除了軟之外它還有其他款式 大家可以進來試一下 去這條路一直走就會到一連版 一連版是一條小路 但有驚風細緻的景點 然後居然有一間西巴噴的咖啡 可惜已經太飽了 不一定進去 門口很漂亮 該即行就會到二連版 你一間什麼都沒有射的店 還有一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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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會到二連版 這裡就是大家都會打開的地方 我也不例外 一轉眼就天黑了 再直行就會到橙鈴板 做什麼事這裡這麼多人 人們都堆在最後面 然後終於到目的地 正確說應該叫這裡做陽和門 要經過這裡走進去 上面才會到清水寺 現在進去就會見到差不多的塔 那塊歷程 繼續逛,一下下… 但先走上去 大陽下山了 很漂亮 去到門 超級超級 超級超級郎 嚇到我連隊都不敢排 簡單來說這裡是風鬥 以前曾經跟學校進去參觀過 今天的情況就算進去也不可以慢慢看 所以放棄了 在這裡拍片當進去 然後看到有人跟我一樣自己一個過來拍片 真是天黑了 然後因為快到晚上點燈 所以站在這裡等 好冷呀 好冷呀 它一下子就點完讓我拍不及 都算是看到 走過時巴士坐錯了另一個方向 結果用了230英元坐一個站就下車 然後打開地圖 看走過去餐廳都只不過是半個小時多些 所以就放棄坐巴士直接走過去 話說每一次自己一個去旅行的時候 如果目的地是30分鐘以內左右的話 我都會選擇走過去 就是自己平時已經長期留在家裡沒有什麼運動 就是每一次旅行做完它 成正願意走路的朋友跟我一起去旅行 其他地方其實真的很寧靜 可以說大陸上的行人真的很少 所以其實普通出來而不去公關地方的話 就會不會那麼害怕 今晚的晚餐就是吃黃牛 上網看見這間店是半個室座位設計 真是方便給我這些一個人來旅行的人吃 首先它上了沙律 Kimuji 鴨肉燈 小菜 之後上了鮑野菜 牛舌 三次原豬 豬腸 還有飯 首先試一下它的沙律 真的超級大 感覺上我會吃不完 一個人超肉的好處 就是可以慢慢燒 檸檬汁 平時的話可能只會一塊菜包一塊肉 但是今天可以夾上不同的肉一起試 超級好吃 超級好吃 將泡菜放在飯上面一起吃 好吃 之後是Sukiyagi 當然還有生雞蛋 因為Sukiyagi的牛肉很薄 所以不能燒太久 再放其他菜上去 呃... 大家看看 它們黑了 將燒好的牛肉 點生雞蛋 一旦放入口 超幸福啊 還有燒焦了的野菜 都很好吃 記得第一次旅行的時候 不敢一個人晚上出去吃飯 特地去店叫外賣 我去酒店吃 現在想起其實都很好笑 不過一次生兩次熟 很快就習慣了 沒什麼好怕 之後是鹽燒和牛 不用說 看過花紋就知道是好東西 令我一邊剪片 一邊都很想吃 很想翻回去 很餓 日本的和牛吃法之一 就是點芥末 開動 試上第二款和牛 雖然說在東京都可以吃到好吃的和牛 但特地去某一個地方或者國家 吃自己喜歡吃的食物 倒是人生 和牛另一種吃法 就是加蒜蓉片 雖然這隻吃法都好吃 不過要對比的話 我會喜歡 多一點 因為蒜蓉之後是會流有味道的 醬燒和牛 和單波橙的蘑菇 其實在這個位置我已經爆了 是我太小吃還是它太多 吃了才算 加油啊我 想說我又去旅行前一星期 其實忙到要死 因為今晚我把預定一次過堆在同一個時間 首先因為要轉公司契約 所以手續等用了很多精神 之後跟公司請假 訂酒店啊 新幹線啊 又要打電話去餐廳 補位啊 之後又要幫朋友慶生 經濟慶生 準備了很多東西 事前買禮物啊 華生日卡啊 訂飯局啊 買花啊 然後又有Pokey One Event的事前調查 旅行的準備啊 旅行的地點的調查 然後又要遲傳去駱山幹線的票 還有旅行回來之後的重要是拍 所以要做衣服 設定位置 以及攝影準備等各種內容 還有總括以上的拍攝 而必須考慮影片的內容等等等等 最後可以成功完成以上任務 真的要清爭自己 啊 最後上了薯芋芋 日式的清淡湯 大家可以看到它出煙的 證明它是有多熱 不過好喝 最後有柚子味的沙冰 吃完油分的食物再吃凍東西 真的剛剛好 多謝大家陪我逛了一整天 還有陪我吃完這一頓飯 如果你看得開心 或者想繼續留意日本的事情 記得不要忘記follow我 還有幫我點讚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